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6月24号星期一 讲赤字迷思第七章 好吧 其实第六章感觉就是讲了一大堆都是废话 第七章讲了一大堆 其实当然也不能说它算是废话 但是反正就是说没什么有用的东西 基本上就是说对于美国社会的一种关注 说出一些美国社会问题来 我大量的去做删减 把我认为有用的能说明白的就留下来了 我觉得写书也是不容易 可能写书为了凑字数 因为就跟师傅教功夫一样 这让大人就那几下 教那几下就完了 你懂吧 师傅就想把它拖长 要不然师傅不就失业了 就这么个意思 写书也是 最后关键其实就那几句话 但是就说那几句 好像这书就写不成了 好吧 但博士庄还是轻松一点 第七章了 他一共就八章就算讲完了 好吧 我觉得我还挺轻松 我老婆也轻松一点 讲这个真的要做好一定的心理准备 好吧 开始了 第七章 第一章什么 就是说真正重要的赤字是什么 其实真正重要的赤字 不应该盯着财政赤字 就是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 并不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 他说我们其实还面临着 很多其他真正重要的赤字 比如说工作机会的赤字 医疗保健的赤字 基础设施的赤字 清洁环境的赤字 气候的赤字等 就是这些赤字才是真正对民众影响最大的赤字 其实你政府一堆赤色 老百姓工你就不关心 你知道吗 但这些不一样 美国的基础设施正在崩坏 大学教育的费用上涨让人难以负担 有4500万美国人 背负着超过1.6万亿美元的学生贷款 收入不平等 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美国普通老老者的实际工资 仅增长了3% 近四分之一的美国人 无法负担的退休 有87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 或者保险金额不足 美国的联邦预算编制 过程是一团乱 整个过程的任何目标都视而不见 不想达到一个 为老百姓达到一个什么 会为社会达到什么都没有 只是在追求财政平衡 但是实际上财政平衡和财政赤字 反而是最不重要的 然后其实按理说 这第七章就算讲完了 但是后面他再给你讲讲 这些赤字都是什么 我们也可以来看看研究一下 我觉得也不错 了解了解美国一些真实情况 首先就是说就业方面 就是说工作方面的赤字 他说美国制造业的这种就业力 远远低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和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签署之前的水平 虽然之前美国制造业还比较好 签署了之后大量美国制造业就出去了 金融危机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就连政府的公共部门的工作机会 也同样在下滑 因为到最后实在是不需要那么多 之后连政府的部门的工作都没有了 各州和各地方政府 削减了36.1万个工作岗位 这也是受经济危机影响 因为美国政府实现财政失字 美国的邮局 裁减了11.2万名的员工 当然的确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 经济在缓慢复苏 就业在缓慢增加 然而增长的就业 绝大部分是低技能低工资的 几百万人正在做两份或三份工作 来拼凑收入 这个以前我们也说过了 就是说美国看上好像就业力很高 但是很多的时候有很多人都是打两份工或三份工 那么超过40%的美国人 在紧急情况下拿不出400美元来 底层老百姓就是说非常的穷 美国人都是月光族 所以食品服务业增加了200万个工作岗位 零售业增加了120万个工作岗位 零售业工人的平均年薪是28310美元 这么低不到3万美元 食品服务工人的平均年薪 只有2万2000美元 事实上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增加了工作当中 四分之三的工作岗位的年薪 都不能够超过5万美元 从人们从高薪工作当中被解雇 只能与他们的技能和教育背景 不相称的低薪工作来替代 这种现象被经济学家称为叫不充分就业 就是你看似好像就业了 但是实际上没有把他的东西发挥出来 他得到工资也跟他的能力不对等 在全美国就出现一种情况 就是人人都可有可无的这么一种猖獗的观念 在就业和薪酬之外的各个方面 实际上影响着美国人 就觉得反正有我没有都一样 这个世界干不干也就那么回事 所以自1999年以来 美国中年的白人死亡率急剧上升 主要原因是自杀毒品和酗酒 即所谓的就是绝望的死亡 这些死亡绝大多数都源于在经济上的这种焦虑 美国工作年龄人勤的退休账户余额中位数实际上是零 很多人根本就没存的钱 没有任何退休储蓄的美国人的比例 从原先的21%上升到45% 45%的人就没有任何的退休储蓄 就不给退休准备钱 人们缺乏储蓄的最大原因是收入不足 我的收入根本 我还给退休存钱 我现在都不够花 对不对 所以美国有两亿人正值工作年龄的劳动者 其中有超过一亿人 没有任何形式的退休的资产 也就是说退休的话 相当于日子就基本没法过了 一退休就返贫 2019年的6月 65岁以上人当中有五分之一的人仍在工作 不工作没办法退休 那么美国经济政策研络所的一项研究 追踪了32岁到65岁户主的家庭退休储蓄情况 发现白人非洲裔和西班牙裔美国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差异 截止到2013年 65%的白人家庭还是有一些储蓄的 26%的西班牙裔的家庭和41%的非洲裔家庭有退休储蓄 也就是说白人有一点 非洲裔都比拉宁益多 拉宁益就光吃喝玩了 26%的人还有一个退休储蓄 剩下都没有 那么白人家庭的储蓄中位数是7万3千美元 给自己退休做准备的 非裔和西班牙家庭只有2万2千美元 都差不多2万多美元 而且金融危机之后 从2007年到2013年 白人家庭的储蓄的中位数反而增加了3387美元 可能收入增加了还增加了一点点 西班牙裔的储蓄中位数减少了5508美元 反而更少了 而非洲裔家庭都减少了10,561美元 减少就更多 基本上就不够花了 银齿某粮在 所以在不同的教育水平上 女性的薪资水平始终低于男性 拥有大学学历男性的平均薪资 就高于了更高学历女性的平均薪资 即使你有研究生或者博士生的话 你还没有大学男生的平均薪资高 1970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在所有发达国家当中是最高的 那时候是美国最荣耀的时候 2016年美国已经落后于大多数经合组织成员的平均水平 今天在最先进和最发达的经合组织成员当中 美国的预期的平均寿命是最低的 婴儿死亡率是所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多 美国内部的平均寿命也因社会经济地位和种族等因素而有着明显的差距 从1980年到2010年 富有的美国男性的平均寿命是88岁 贫穷的话只有76岁 富有的女性的平均寿命是91岁 贫穷的只有78岁 巴尔地摩的低收入地区平均寿命比富有地区 就是说这种房价比较高的地区 比房价比较低的地区的平均寿命多20岁 在非洲裔人口占90%以上的麦吉逊东角社区 平均寿命不到69岁 而以白人占78%的梅德菲尔德社区 平均寿命是76岁 当然并不是说美国在医疗保健方面不花钱 一说好像我们不花钱 其实实际上不是 我们花了很多很多钱 实际上美国在医疗保健方面的花费 比任何其他发达国家都多得多 美国的医疗比他们贵太多了 在这方面花了钱也比他们多太多了 据经合组织数据 美国在医疗保健上的支出为人均1586美元 是加拿大的一倍多 加拿大人均支出是4974 美国比它多了那么多 加拿大还是全民医保的 美国都没有做到 美国的钱都被他们骗走了 你知道吗 美国的很多的钱是莫名其妙要的 真的做一个卫镜要7000多美元 搁一个打那手术就七八万美元 你知道吗 就真的是被他们坑死了 你随便中国留学生就是临昏倒之前说 最后一句话就喊了 千万别叫救护车 你知道吗 然后他看西班牙 西班牙的医疗保健人均支出只有3323美元 但是就即使是这样子 我们花了这么多钱 预测到2040年 美国的平均寿命将排到64位 平均寿命只有79岁 所以问题出在哪号 如果我们花了这么多的钱 为什么我们没有活得更久 而且更健康呢 目前大约有2850万美国人 仍然没有医疗保险 在美国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数 比任何其 比其他任何发达国家都要多 由于共和党削弱了评价医疗法案 美国拥有医疗保险的人数正在下降 为什么要交流这个呢 就是因为共和党认为 就是说继续搞这个的话 钱不够 但现在看起来 就是说其实不是钱不够 而是在瞎花钱乱花钱 如果我们的平均的这种人均的支出的话 能跟西班牙一样的话 只有现在美国的三分之一 实际上就能给所有人都买这医疗保险 所以真的是被坑被骗了 现在主要的问题在这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说由于所提供的城堡范围还不充分 所以即使说这是没有的 说这些即使有医疗保险的人 也无法了负担的所有的护理 这种所谓的医疗保险不足 再加上完全没有医疗保险的人 到了2019年 总共有8700万美国人 要不就没有 或者没有足够的医疗保险 就举个例子 2017年的时候 就所谓的青铜计划 就是美国你买医疗保险不就有什么bronze 对吧 有go的黄金的 对吧 那么青铜计划就算比较低的了 对不对 那么个人平均自付额是6000美元一年 平均下来每个月差不多就要500美元 对不对 这是个人 如果家庭的话 平均自付额是12400美元 那40%的美国人 不是 这个不是付的保险的费用 是平均自付额 就是说 你比如说你今年看病的话 就是说前面有一部分是要自己付的 超过这个以上才是一个保险的 这个就是说平均自付额是6000 家庭是12400 这是它的一个平均自付额 但是刚刚我也提到了 40%的美国人 在紧急情况下拿不出400美元来应对 目前就这么个情况 所以2018年与医疗有关的费用 是800万人陷入了贫困 1%的美国人根本就不去看病 1%的美国人不去购买的处方药 因为太贵了 许多有保险的人 没有得到他们需要的护理 保险通常不包括某些关键的护理 如视力 听力 或心理健康 许多人在这些方面都出现了问题 但是由于没有保险而得不到治疗 像我们现在买保险 好像不包括牙 对吧 所以共和党在2017年成功废除了 评价医疗法案 接下来的时间里 接下来的10年里 将有54万人 因为缺乏医疗保险而死亡 即使就是说 如果奥巴马的医改 没有被川普改掉的话 即使有的话 仍有几百万美国人的没有保险 美国在医疗服务方面 仍然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 美国是一个由私人保险公司 就美国的医药 由私人保险公司 雇主 还有拼凑的政府 凑在一起的一个破碎网络 提供的医疗保险系统 在这个系统当中 医院供应商 药品公司和私人保险公司 他们在一起携手压榨 老百姓的每一分钱 获取更多的利润 现在美国真的就是 医药公司真的太多了 然后医生真的也太多了 老百姓反而没有得到的 所需的医疗服务 然后一说 好像医生症的少的话 老百姓不好 但目前医生症的多 老百姓日子过来也不好 一说就是医药公司 挣的钱少的话 就没有人去开发新药了 问题是现实情况是 药也没发出来 你还花了那么多钱 而且钱的都是被你们 那瞎花乱花掉了 所以这个问题在这儿好 你知道吧 所以他说 如果要建立一个 每个人都有钱 获得所需医疗服务的系统的话 资金其实倒不是一个制约因素 真正的是资源才是问题 弥补医疗保健赤字 我们需要更多的是保健医生 是护士 是牙医 是外科医生 医疗设备 医院病床 要建立更多的医院和社区卫生中心 需要创造一个能够培训出 下一代医生和护士 而又不使美国人淹没在债务中的这种制度 美国他有个问题 就是说他的医生 其实是很难当的 很多中国留学生来想当美国医生 但是根本就几乎是不可能 我知道两个留学生来都当医生 最后多放弃都去学牙医了 根本就是他的制度设计 还有很多就是说在国外的一些医生 在国外都是行医执照的 来到美国来到加拿大 根本没办法 你根本就没法去行医 所以导致就是医生不够 而医生不够是为什么 是因为医生他们组成了一个 就是说一个医师工会或医师联盟 他们就是说避免让别人进来 把门槛设得特别高 不让别人进来 让医生的人少一点 这样医生的工资就可以更高 如果人都要之后 医生的收入受到影响 所以他们实际上是人为的设置一个高门槛 不让很多人进来 然后他们在写手去压榨老百姓 实际上最后达到这么一个结果 然后这是医疗方面 再看教育方面 教育的赤字是什么 教育体系的不平等 从学前教育就开始了 一直持续到高中级以后 越来越多的雇主 他都要求高学历 然后还有就是说储蓄的赤字 也渗透到教育赤字当中 几百万的学生 根本无法负担 不断标签的大学的费用 庞大的学生债务 严重拖累的经济 奥巴马在2015年12月签署了 让每个学生能够取得成功的法案 要帮助这些学生 但是川普多次谈到 要取消奥巴马这个法案 认为这个花钱花太多 在K12 就是说学前至高中教育阶段 学校的大部分资金来自地方的财产税 这造成了教育质量的巨大的差异 密西西比州贫困农村的财产税 和康涅狄克格林威治大不相同 这剥夺了许多学生的机会和资源 这种伤害甚至延伸到了体育领域 体育本应该是可以打破社会阶级的一个平衡器的 但是现在的真实情况是 私立学校有资金 雇更好的教练 进行更好的训练 获得更好的装备和设备 过去十年 德梅因市的公立高中球队 和富裕的校区的私立学校的比赛成绩 是0比104 一场没赢过 输了104场在十年里边 就是说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比赛 那么也就是说 当然这个城市也是够极端的 就是说公立学校一场都没赢 私立学校全部都赢了 那就是你懂的意思吧 就是到了这么一个地步 因为他私立校的资源更丰富 当然他有时候可能 是不是还要再招一些体育特长生什么的 反正你懂 2012年黑人学生比白人学生多负债3500美元 在四年制的盈利大学中 申请学生贷款的黑人学生 有65%左右都辍学了 而白人学生只有44%的辍学 我们告诉年轻人说攀登收入阶梯的最好方法上大学 对不对 这是获得更高收入和更多财务保障的途径 但是现实是 现在这个已经不再是事实了 大学学位现在已经变成了最低要求 没有大学学位 你就可能跌落收入阶梯 拥有大学学位的人的收入并没有增加 大学毕业生的收入仍然停留在二三十年前的水平 而上大学的成本却大幅上升 那么这个都是按实际价值计算的 好吧 就是说你大学的大学之后的收入和你上大学的成本 都按实际 因为它有通货膨胀 按实际价值计算的话 也就是说你上到大学的时候好处越来越低 成本越来越高 我们把读大学看作成功之道 为此背负了沉重的债务 就是学债 相信这是出人投递的这种途径 但其实我们只是在原地踏步 大多数K12的 就是说高中以前的教育的资金 都来自地方的财政税 这使得它超出了联邦政府的控制范围 联邦政府想帮他们都帮不了 没法帮 因为都是地方带稿 所以要应该通过联邦政府拨款 来引导资金 帮助州立教育系统来减免的学费 基础设施 当然这是学习方面的 然后再看教育赤字 再看基础设施方面的这种赤字 经常你都会堵在拥挤的高速公路上 或者在机场长时间等待 航路畅通可以起飞 因为公共交通系统晚点而瘫痪 导致上班上课或复约迟到 有多少人曾在医院急诊室的 等候室里坐了几个小时 等待一个急诊 然后被收治之后 却一直躺在走廊的病床上 等待检查室能够空出来 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 公路桥梁大坝 学校医院铁路电网宽带 废物和和废水处理系统等等 它维持着社会和经济的平稳运转 而众所周知 美国的基础设施已经无法完成这一任务了 这就是基础设施建设的赤字 1927年建造的斯宾塞大坝 在2017年终于倒塌了 建了90年 塌了 淹死了很多人 那么根据2017年 美国基础设施综合评估报告 存在高危隐患的 美国的大坝数量 已经上升到了2170座以上 美国发展的比较早 很多大坝建的年头都很早 都是1920年又三几年建的 到现在都七八十年了 实际上随时都有可能崩塌 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 给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综合评级是D加 ABCD到D加 连C都到不了 C是机格 D是不机格 到10年内需要4.59万亿美元 在10年内需要4.59万亿美元的建设费中 才能够使他们重新达到B级的标准 都不要到A到B级标准 那么最严重的基础设施损害 包括航空饮用水能源废物处理 踢拔道路学校和其他形式的基础设施 而这些对人们的健康福祉和未来的繁荣 都是至关重要的 2014年的弗林特市饮用水污染事件 只是冰山一角 新泽西纽瓦克市的饮用水 在2019年的8月减速车 千含量的超标 美国的饮用水问题很大 现在包括我们在用的一些 为什么很多人来了美国掉头发也在这 就是说美国的水太硬 美国饮用水现在基本上没法喝 曾经喝时跟我们说 说美国特别好 自来水管拿出来就能喝的 就是符合饮用标准的 现在是狗屁 喝个屁喝死你 是吧 再看住房赤字 2007年800万户家庭将收入的30%到50%都用来支付房租了 这是在2007年 到了2017年的时候 这一数字达到了980万元 联邦政府在解决基础设施建设时候 从不协权 实际资源才是真正的限制 就是说其实我们钱都没有问题的 但是问题是什么 但是按理说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 美国即将耗尽混泥土钢铁木材或金属等资源 事实上资源就在那里 只是没有人去用它 没有人把它调动起来 政府应该出面去调动起来 但是没有 这是住房赤字 再看气候赤字 据2019年的分析报告 昆虫种群以每年2.5%的速度减少 三分之一的昆虫物种宠域的病危状态 40%的物种在减少 2014年的估计 仅颗粒物一项 每年就造成多达3万例的过老死亡 到了2010年的话 过度污染就会导致全球1.5亿人的过岛死亡 所以我们在气候赤字 污染那方面也有很大的事要做 2005年卡特琳娜的飓风 袭金新二粮的时候 低收入的非洲裔美国人 遭受了最多的灾害和损失 而他们的恢复重建过程也是最艰难的 这还包括了种族歧视的问题 所以实际上全球都需要在2030年前将化石燃料的使用量减少一半 并在2050年前停止使用所有的化石燃料 美国在这方面负有特殊的责任 为什么 因为美国是世界上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 占全世界温室气体排放的15% 当然中国是第一大 中国占比的25% 但是美国的人均排放量是中国的两倍多 所以美国如果能够跟中国人均排放量差不多的话 就能一下子就能降两倍多下去 美国这就是当然这是气候赤字 然后讲到美国的民主赤字 民主赤字就近几十年来 美元不成比例的流入了富人的口袋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已经严重到了与19世纪末杜金时代 和强盗贵族时代的同等的程度了 基尼系数是经济学家经常用来的 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 基尼系数为零 则意味着完全平等了这种的经济 大家一起评分 对不对 系数为一则意味着 其中有一个人占领了所有的收益 但是这两个都不可能 对不对 就不可能大家评分 也不可能让一个人把所有收益都占了 但是他问题一个情况什么 就是说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中 没有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是高于美国的 美国是所有的发达国家中最高的 贫富差距最大的 而且美国迅速扩大的收入差距 完全没有任何缩小的这种迹象 不平等就是世界的常态 当然右翼会跟你说 说这个就应该这样子 右翼提出了很多这种观点 就说不平等就是世界常态 他说不平等就是这片充满基地土地上的活力 和创造力的自然延伸 他说实际上自1980年以来 收入最高的前1%的人群的收入 已经翻了一倍了 而收入最低的50%人群的收入 从社会总收入的20%下降到只有社会总收入的13% 即使到2016年 美国最富有的10%的家庭 拥有全国总财富的70% 收入最高的前1%的人群控制了40%的财富 在2012年的美国大选当中 年收入超过15万美元的美国人当中 有80%的人参加了选举和投票 但是当年收入低于1万美元当中 只有47%的人去投票了 为什么 因为穷人已经放弃了 穷人认为我们投什么都没中 不解决问题 怎么我都是这么穷 不会因为投票我都能富起来 富不起来 富人还觉得还有点正乎参与度 所以当然这也导致什么 导致整个的选举都在朝着对富人有利的方向去发展 因为富人的投票意愿高 参与度也高 这样导致富者越负 贫者越贫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 收入最低的20%的人口 就是穷人 收入份额的增加 就能够直接带动GDP的增长 而所得最高的20% 就是富人的收入 如果增加的话 GDP反而下降 你发现了吗 穷人症的越多 富人症的越多 经济反而越不好 GDP反而下降 以前我们总认为富人症的越多之后 对经济就最好 我们应该把钱都给富人 然后富人带着穷人一起进步 所以我发现根本就不是这样 就是说让一部分人先富钱 让一部分人后富起来 然后让先富起来 带动后富一部分人 就是所谓的捐金效应 但是现实情况根本就不是如此 实际上就是说 贫富差距越大 富人症的越多 经济反而越不好 而下面20%的穷人 如果他们的收入增加的话 经济反而再上涨 为什么 就是说你如果穷人的收入增加了之后 他们会消费很多 因为他们太缺钱了 他们需要买很多东西 食物也不够 家里的电器也该换了 车也该换了 什么都该换了 破车可能你知道吗 都开了30年的破车 八手的30年的破车 他有点钱他赶紧把他换了 再不换这车 经常在网上抛薄 所以他就必须要去花钱 要消费 他这些钱马上拿回 就会直接换到消费的经济当中去 相反的 富人的更多收入 导致的都是什么 股市的进出 投股市 或者储蓄 或者买点什么这种奢侈品 名画什么的 根本他就不动 所以资金并不会回流到经济当中去 因此不要再寄希望于捐金效应了 根本就不存在这种东西 没有什么先富带动后富 1980年所谓的里根革命 开启了一个肆无忌惮的贪婪时代 降低富人的税收 削弱了对公司的监管 加速与劳工组织的对抗 特别是在1980年以后 生产力和工资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距 生产力继续保持稳定的上升趋势 但工资并没有 1950年 标准普尔500指数覆盖的公司 他们CEO的平均收入是普通劳动者的20倍 到了2017年 这些公司CEO的平均收入是普通劳动者的361倍 全球1%的人口 拥有底层50%人口两倍的财富 而最顶层的25个人拥有的财富 相当于美国底下56%人口的财富 就美国最有钱的25个人的财富 跟美国最底下的56%人口财富是一样的 下面的大量的美国人 40%的美国人连400美元都拿不出来 而比尔盖茨 贝索斯 巴菲特这三个人所拥有的财富 超过了一半美国底层阶级人 阶级人口所拥有的总财富 也就是差不多 就是说美国最贫穷的1.6亿人 加在一起跟他们三个人 这种财富是差不多的 所以在过去的40年里 劳动者创造了新的财富 但并没有分享到这些财富 因为美国存在着民主的赤字 美国后来他做了一群很多的改变 按理说是不应该让富豪 过多的参与选举的 他以前是有一个 就是说富豪均款限制的 不让有钱人太多 但后来都把它弄开了 导致了很多富豪在选举里边 能投入几亿美元 上一次选举的时候 扎克伯格投入了4亿美元进去 那么也就是说选举的天秤 完完全全向富人们去倾斜 那么许多的美国企业 就像是一个封建的经济领地 一小部分非常富有的农场主 从大量的普通美国人当中 来获取利益 一些CEO一些高管 动不动一年就几千万上亿的收入 而普通的劳动绝统 根本挣不到多少钱 所以现在货币理论帮助我们 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政府的支出 并为我们提供了更多选择来思考 如何解决经济不平等和民主的赤字的问题 不仅是通过向富人征税 而且是通过投资于那些 能够真正提高中低收入 美国人生活水平的项目 所以最后来讲的就是说 你不要光看着财政赤字 财政赤字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些赤字 是这些生活当中老百姓真的需要的东西 这些赤字才是最重要的 要把这些问题解决 老百姓才能过得好 但是现在美国出现这些问题 他们知道吗知道很多经济下都发现了 很多人都在说 美国有一些的这种政客 也在国会里面就是说要代表人民 就觉得人民现在在人民都是愤怒了 对吧 贫穷到真的是愤怒 贫穷到生气 对吧 但是怎么办呢 那么说政客有没有想办法解决问题呢 有没有认为就是说 是我们美国应该进行一些税制改革 应该进行一些收入再分配 一次分配或二次分配 有没有 现在所有的美国的政客 把他们把这些所有问题 加在一起告诉你什么 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导致的 中国偷了我们的钱 偷了我们的技术 中国人在迫害我们 你们受穷 你们过不好 都是中国人害 我们只要把中国打趴 这问题都没有了 但是现实是如此吗 不是的 而美国的政客现在真的想把中国打趴吗 是想把中国打趴 但是实际上是让美国来替代中国吗 不是 他们要用印度去替代中国 用越南去替代中国 用墨西哥去替代中国 他们替代了之后 对于美国的这些中低收入者 有什么区别吗 你买的东西 没人英 China 或没人英 India 有什么区别吗 没有区别的 你还是没有工作 那些工作 要不被中国人偷走 要不被印度人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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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被印度人偷走 要不被墨西哥人偷走 对于美国的中低系统内容 一点区别都没有 所以美国的现在高层的政治 这些政客们 并没有在跟老百姓说实话 并没有真的想解释问题 只是想掌握替罪羔羊而已 好吧 那这些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